今次跟大家讲的是 为什么LIGA的镜头会戴眼镜的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的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LIGA的镜头会这么有趣 会有一个眼镜在这里呢? 那就要讲回头了 在50年代 因为有一部M3 它最阔的范围只是50 线框看到最阔是50 之后是90和135 当你用一支35mm的镜头下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情况就是 会看不到你拍摄的范围有多阔 那变了呢? 就有了这个版本了 这个眼镜就是作为一个M3相机的矫视 会把它放大了 会看到的范围是和35mm的摄影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眼镜的作用是用来这样去调整的 那对焦各样东西都没有问题的 说回这个眼镜版 当年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的造工是会多过一个普通版的 多了金属部分和玻璃部分 那当年的售价是会高一点 但是到了今天呢 其实它的售价就回到最后了 那这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某些用家 他会觉得多了眼镜 重了和体积大了 而没有眼镜版是会轻巧一点的 那这个价钱 好像现在这样 它是相互相较了一万块钱 或者一万块钱的港币 还有一个东西 眼镜版通常它是会对得近一点的 像现在这支这样 它最近对焦是去到0.65米的 那你想想 其实一般的M镜 它是去到1米或者0.7米 就已经是最近对焦距离了 这个0.65米相对来说 虽然差一点点 但其实那个分别是会有的 戴了眼镜的时候 会对得近一点 至于你说这个眼镜板 可否可以拆了眼镜 其实是可以的 你拆了眼镜之后 是一样的光壳是没有改变 形成章也没有改变 唯一的限制就是 当你拆了眼镜的时候 它没有了巧事功能 在Range Finder的时候 对焦是对得不对的 譬如说我用Range Finder 用Range Finder对焦的时候 需要入眼镜 但是对回来 如果你说我拆了眼镜 如果我是用Live View去对 是没有问题的 像现在这样 我是用一个实时的取景 这个是可以对到焦的 譬如说用在其他的相机 这部240 除了240 还有M10 SL 只要用实时取景 就可以对到焦 至于譬如说 飞林机 或者M8 M9 因为没有实时取景的功能 所以对不到焦 只可以用古照 或者其他方法去对焦 相对来说 这支镜 其实是挺发算的 也挺有Style 大家可以想想 除了这个白妹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版本 比如说小白妹 還有一支35 3.5 甚至乎是很出名的钢嘴 也是有眼镜版的提供 在市面上也是找得到 像这个钢嘴 眼镜版和普通版的 价格差异比白妹更加厉害 如果在同一个情况下 大家的差异差不多是一半的价格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眼镜版 其实在光学方面 大家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就是多了眼镜 相信这麽简短的介绍 可能未必可以满足到你 如果你说想知道 多点关于这个眼镜版的镜头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尖沙咀 或者是王国的门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 可以亲自讲解一下给你听 如果你欣赏我的影片 希望你给个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